共度论盛讯第三册 一两百页 老实慈悲 你们的发心是多少天人的心血啊 你们一发心就要报恩了愿 不是回报给为师我 为师我不要你们的回报 许多的众生还在宰福宰成 够可怜的 兔儿啊 发发良心吧 不要以为眼前都很好 都很平安 很安逸 灾节要来是没有警告 说来就来的 而且人生多么无常 普度又多么的短暂 灾节又这么多 你们说为师我急不急 还有时间在那边纳量吗 没有 所以为师我有时候挺羡慕你们的 还可以泡泡茶 看看水 看看山 先前一致 老师 为师我本来是一个潇洒的活佛 非常潇洒 无忧无虑的活佛 自从承担了三朝不度的大任 为师我好像潇洒不起来了 功力自动减退 为什么呢 责任太重了 怕对不起老母啊 要当山朝的导师容易吗 不容易 为师我也是第一次 要不要战战兢兢啊 要 为师我非常的战战兢兢 想要潇洒一下 想到还没有旧的众生 还没有觉悟的徒儿 哪有心情 天堂的美景 平山多么漂亮 有心赏完吗 没有